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我是主播彭啟明 各位已經感覺到東北風來了 北部跟東北部的朋友 一定可以感覺到明顯轉為 思涼的天氣 預計這樣的天氣至少會有一週 那這樣情況下 其實中南部是很穩定的 要留意這個空氣品質 那南北也有差距 然後這段時間在北部跟東部 溫度上都有差距 也特別提醒大家注意家裡面年長者 還有小朋友的健康 因為這種季節是很容易生病感冒的季節 各位看這個就是東北風 明顯的這個時候就一直不斷的在那邊發展 那在這種迎風面就容易有一些降雨 我們看一下未來的發展 其實在東北風情況下 還是有強弱的差別 有時候甚至水氣增多或是減少 所以以現在來看的話 今天是比較強的時候 所以雨量比較多 接下來明後天稍微減弱一點點 但是到了下禮拜二三可能又有一波又在增強 那未來也要注意 其實這邊也有一些擾動 在11月中上旬很有機會持續有一些擾動 有可能會變成颱風 後續我們也要觀察 不過這個時候如果有颱風發展 大致上是往菲律賓方向前進 所以對台灣影響不是很大 那這樣東北風的天氣呢 這個是把風速畫出來 其實在台灣海峽的沿海呢 靠海邊的風都很大 像台中的無期呢風就很大 可是稍微內陸一點到了東海大學附近呢 其實風速就減弱了很多 你看這樣的情況下呢 在這種背風面的尾流區這邊風速就很弱 那這樣的情境呢 就讓污染物在這個地方就不斷的累積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有下雨的地方當然空氣品質是不錯的 北部跟東北部風速也比較大 那在整個西半部呢不下雨 少了這個雨的雨除作用 當然啦 這個空氣品質就會比較差 所以未來這幾天 北部普通還有細懸浮 都是中度等級 然後到了中部可能就開始變高了 到了南部有時候甚至還未到止暴了 請大家多留意 未來這幾天南部 中部跟南部 雲嘉南的空氣品質都是屬於偏高的 請大家多留意了 如果是很高的時候 一定要盡量減少在戶外停留的時間 那禮拜天呢 溫度大致上南北兩樣勤 到了這個桃竹苗左右 大致上都是湿湿涼涼的 越往北容易下雨 那高溫呢 低溫二十六度 低溫二十二三度 所以其實就是一定 感覺上一定要穿長袖了 可是到了台中 過了這個大甲氣 以南一直到屏東 都是二十幾度到三十幾度的溫度 沒有感受到這波 東北季風的這個變化 所以請大家呢 一定要留意 這個一個台灣 兩個世界變化很大 請大家如果任何旅遊活動安排的話 可能就要多注意一下穿著了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 會不會 會不會 不會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